- 爸爸你不回來啦明天 - 爸爸你不回來啦明天 - 爸爸不好意思 - 爸爸明天還有工作要做耶 - 媽咿呀 - 啊對不起啦 - 呦呦不要生氣啦 - 到底在忙什麼 - 哼不好意思啦 - 那你怎麼就知道我生日已經到了 - 爸爸還沒做完 - 平時有事情啦 - 我討厭 - 不要生氣啦對不起喔好不好 - 那時候太年輕了 - 沒有在乎父母的感受 - 我現在想想就有點後悔 - 覺得那個決定太重促了 - 覺得香港還是每個都很像過客也來 - 好多人都會拎得皮箱啊 - 感覺都不像是住在這裡的樣子 - 我覺得工作得很像過客 - 我現在到越南 - 就是離開我家人也懷兩年了 - 哇那時候真的是十八相手 - 當下要走的時候就開始一直哭一直哭 - 心裡面真的被刀割的那種感覺 - 當你人真的來這裡之後 - 每一次的往返台灣 - 我娘就會哭 - 說再見的時候 - 你就看到她就是在人群中 - 然後就開始哭了 - 下班以後只能關在家裡 - 就覺得生活不應該是這樣子 - 非常淒涼荒涼那種 - 非常憂鬱的那種心情就會跑出來 - reappe 起來 - 我想去看爸爸 - 我真的很想爸爸 - 讓媽媽想一下 - 媽媽想一下 - 出生了男生 - 出生了男生 - 她的生意 - 到了男生 他一說要來香港發展的時候 就說好棒哦 我穩定就有一聲廣東話的本音 我終於可以死出來了 我其實從小都很依賴 那來到香港我也很依賴我老公 住兩年只認識社區到公司的路 我們那一年聽到說 他要去越南的這個消息 心情超差的 我是覺得是生活讓我變得敢 自己到處去亂闖 都讓我變勇敢了 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就想做什麼就去做 外面的環境跟台灣真的差蠻多的 對我們是一個衝擊 也對我是一個機會 在結婚沒生小孩之前 我的排他底是前面的 很囂張的 生完小孩就變了 我覺得好像是全家排他底最後面的 不可能啦怎麼可能 就對我而言沒有什麼排序 好 哈囉 乖婆貝 媽媽 你今天吃飯挺快的喔 七點多耶 把飯吃完了 下一個 完成了 續越南工作就是沒有陪小孩 沒有陪小孩就沒有在照顧他 小朋友的任何問題啊 或者是我的問題啊 都是我們自己去搞定就好了 然後 然後 我拿到我的下臉了 兩滴相隔對小朋友的影響 就是少了那份父愛 媽媽帶小孩跟爸爸帶小孩是不一樣的 我體力不是很好 先生在的話 週末可以帶他去做一些運動的活動 你怎麼跟你講得這麼高 他還不平 我幫你講肥耶 你要說鮮皮這樣子才對 他在越南工作難得回來 這都跟媽媽一起 然後都膩了 好 對 剛才是 這是 那 這 是 是 我 我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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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啊你怎麼會跌倒的喔 啊 兩邊都有 然後我的手還這樣子 啊在哪邊弄到的 啊 每隻磨到地上是不是 就是他去的沒多久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想說不是有個FaceTime嗎 那不如我們就FaceTime一直 掛在線上掛到大家睡覺好了 不一定要講話嘛 就是看對方 看著對方在做什麼 就感覺好像是在同一個空間那樣子 媽媽那個指甲縫要擦藥喔 擦藥保護你啊 後來很後悔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就習慣了 他就覺得那個時間就要FaceTime了 那我就覺得 我怎麼會自己找一個 把自己綁住這種感覺 一二三 OK 外拍過程當中 我爸爸就過世了嘛 年紀大了 他就是軍人嘛 軍事化的 比較嚴格的管教啦 我跟我爸我媽其實一直關係 沒有很親密的那種感覺 有感情 可是不會表達 所以當父親以後 我那時候真的有跟我自己講 真的不可以還是那個樣子 我不希望我跟我小朋友是 我跟我爸那種關係 我個人完全不想要當那一種Style的父親 就是希望 永遠跟他很很親近這樣子 非常親 你希望陪伴他跟他很親近 可是你 你又跑那麼遠 對啊 這不是很矛盾嗎 對 嗯 你這樣就會被把他發現 難怪你的鞋子那麼容易壞了 不是啦 好嗎 等一下你想不想去公園跑一跑 你這邊的公園 我老公有了小孩之後 非常的明顯 他比較愛小孩了 什麼都以小孩為主了 跟我老婆就老父老妻了 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跟兒子 真的是 我甚至跟小朋友說 那媽媽還是留在香港 你過來就好了 我的願望就是希望 我的老公能夠 回到當初像J我那個時候的 熱心跟熱情 好 那你就記住 這次的生日月 我們就對你的蛋糕說 做什麼 爸爸回來 爸爸 以後不會回來 然後未來以後沒有 答應的喔 那 那 所以太小聲老天爺聽不到 他 要 然後我都在香港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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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門進來的第一句話 就是問他 什麼時候要要回去 就是 他能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的爸爸是要去 其他的地方工作 然後去做多久 他是 他不理解的 爸 你有記得明天的生日禮物要帶哦 怎麼 什麼? 不好意思,爸爸明天還有工作要做耶 我沒有 那怎麼辦? 爸爸你不回來啊明天 這個星期沒辦法 下個星期也沒辦法再過兩星期 我煩齒了 你到底在忙什麼? 就是工作的事情還沒做完啊 那你怎麼就知道我生日已經到了還沒做完 就你只有事情啊 討厭 好媽,我希望你跟我講好 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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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雞包了 好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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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事情只有爸爸 爸爸說話不算話 因為他爸爸常常說話不算話 就是不知道還可以待多久 因為外派根本不知道下一年要去哪裡啊 我們自己都在問自己 我們的家在哪裡 但是黃書正最後說了一句話說 我們的家在這裡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安心了 對,這就是我們的家 我們在等爸爸回來 謝謝 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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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問你喔 生日是真的想要爸爸回來是不是 那你覺得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找爸爸 很忙 為什麼 他很忙我們就去找他配合他呀 媽媽 你覺得呢 明天早晚媽媽就帶你去好不好 去哪裡 去找爸爸 好不好 越南 去越南嗎 要不要 不用上學 不用上學 要請假就是了 你覺得呢 很想要看 你覺得嗎 我不會想到達到那裡 去哪裡 你會想到達到那裡 我我看他 我看他 我看他 哈哈哈哈 我陪你開個東西 他一說要來香港發展的時候 哇好棒喔 我練就一聲廣東話的本音 我終於可以死出來了 所以就是當我在很開心打包行李的時候 忘記我的父母 那種就是女兒要嫁又要走 媽媽跟爸爸是不敢講話 他們是那種傳統的個性 那他都覺得只要你好 然後我就看到女婿好像很高很帥 就夠了 是這種想法 可是後來我也很後悔 因為我很討厭分別的感覺 老闆叫爸爸到瑞南去工作 對 要去做八十年 我會擔心你跟媽媽吵架 希望你們不要吵架 希望你回來跟媽媽吵架 到香港跟我一起坐 一隻豬到你死掉都還要再坐 起床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么可以不上学 你工作很难 我上学不玩 你怎么可以不上学 你行行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会起立了 不是 我没想到你 人类的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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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 女人 人类的 女人 你 她 不 不 不 1 2 3 祝你生日快樂 下一年媽媽一定要回來 以後都在我們就不會回日南 OK 好